昨天路过这里 我看这里吃早饭的比较多 好了 现在有紫菜炒饭吗 给我来一份 你给我来个紫菜汤里边配一些这些料 是我自己配还是您帮我配 好 那是啥 猪肚 这个呢 猪肝 猪肝 鱿鱼 生蚝 哎呀太美了 虾 一顶 身上 然后那个 那肚 坐着街边看着飞奔的小摩托 哇那个摩托带了三个吧 这么丰盛的紫菜汤先上来了 太棒了 你看这材料太丰富了 哇太良心了 太鲜了 这是今年的头茶紫菜哈 嗯 嗯 喝点汤挪挪胃 昨天晚上这小酒也喝的挺嗨 呵呵 来朋友们 大名鼎鼎的紫菜炒饭上来了 嗯太棒了 这里边有紫菜 还有胡萝卜 广式的穿法哈 大冬天的下边穿个人字托 上面是长袖 哎一碗紫菜汤 一盘紫菜炒饭 全灶了 哎非常非常饱 比溜溜宝还高一个级别 啊 汤 紫菜汤十块 饭十五块 今天阳光明媚 这个风也小了 是个好日子啊 花坊 花坊 我回来了 回来冲个咖啡 剪个片 下午就可以出去玩了 上午剪了个片 中午又睡了个小午觉 看外边阳光挺好啊 出去溜达溜达 顺便 哎取两个快递 这么大的停车场就几台车 因为这个保安特别凶 来到这的房车 他都跟人干一架 然后就人家 最后人家就走了 我这才是真正的 旅居生活吧 哎 到一个地方马上就下单 因为你到了一个新地方 肯定至少要停车一个星期 这一个星期 哎 就把你这些快递 基本当收的七七八八了 在平时在路上的时候 还没有确定的收货地址的时候呢 你就先把这些东西 货物啊 都放在购物车里 哎 到了一个新地方 马上就下单 那这个中通代收点 好隐蔽啊 请问中通代收点在哪 谢谢 好美啊 这边的女孩子长得还真很漂亮 身材也好 其实能在陌生的地方收到快递 已经很不错了 是吧 非常好 很简单 就是在你住车的地方呢 跟旁边那个店呢 或者是餐厅啊 跟他要一下他的收货地址 或者是他帮你代收 如果他不送到你家门口 就会给你发一条短信 然后你就跟他确认一下 这个代收点在哪 拿过来就好了 简单的 来中通的拿到了 现在还有个深通 南澳镇港边西路窄猪场对面 刚刚那个骑摩托美女告诉我 是往那边走 哎 你看一下他们这个村房 这村房做的哈 溜薄溜薄的 三层这么薄 好玩 岛上的生活还挺安逸的 而且都挺富裕的 看上去 玩啊 哎呀 在一个地方 从陌生到熟悉 这个感觉太有意思了 太好玩了 慢慢去探索 慢慢去发现 溜达了一圈 现在6点16分 花房 我回来了 那里有个房车 朋友们 早啊 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 透透气 今天可是个大好天啊 又没有风了 太阳也出来了 清晨的太阳洒在海面上 非常的黄眼啊 每天早上开十来分钟的车去镇上吃肠粉 真是真爱了吧 真爱肠粉 肠粉 肠粉 你说这个记忆到底好不好学 我要是能把它学到手 将来我就开个肠粉 我已经退休了 对 我已经退休了 其实现在不算退休 我觉得我 我这辈子不会退休的 到什么时候 只要身体力行能做啥就做啥 其实赚钱是次要的 主要想实现一下自我价值 不给家人添麻烦哈 然后还能为家人多多少少做点啥 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快乐 炒粉 麻烦也是我喜欢的 朋友们是不是觉得我的早餐吃的特别多 因为我晚餐是不吃饭的 除了喝点小酒 早餐吃个溜溜宝 他说打他视线了 是吧 他说打他视线 他那个人很凶的 来了几个房车都被他赶跑 我刚才给了他包烟 给他视了一下 他说水蛮好的 叫我降水到里面几家 原来这意思是不是 所以你是常走江湖的 你懂 给他说了一下 好 你抽烟好 我也不抽烟 不准备 我也不抽烟 你是路上准备的 江湖江湖 对 行走江湖 我这个要知道一点 不得叫 那你为啥不让他下来走走呢 要两只 坐好 坐好 下来我要打了 你不给他下来 不怎么下来 万一人家看着觉得大 有点胖 那你就给他拴个绳 早上滤过来 我不误你的声音 急的 小的吓人 没事 小的不吓人 大的不能下来 你看呢 给人放里边好可怜 好了 好了 我来那天他就告诉我了 不许搬东西不许煮饭 他也瘦了 那个内裤都摔在外面 是难看的 对嘛 所以人家讨厌房车 有道理的 我也不建议说到哪会儿 非得把家都搬出来 让人看 像展览一样 是不是 不好吗 倒一下灰水箱 ana ah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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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啊 又 我可以做好 我可以做好 我可以做好